那我們再來看這第三個物件 就是 這是孔賽時 就是也是在剛學珠寶的時候 剛好就是有一次機會到泰國去旅遊 導遊帶你去買的啊 也不是耶 就是我們在下他飯店之後 就晚上就自己出來 就到處逛啊 在哪裡逛啊 你在泰國你敢自己到處亂逛啊 可以啊 西龍路啊 還是蘇利旺那邊很多 不要一個人落單十二點後 以後真的是會危險 然後因為這顆珠寶 它看起來blinkblink 然後也粉嫩粉嫩的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樣子 所以說就 當時就是起心動念 就是把它想買回來當一個紀念品 好 所以你買多少錢 那時候因為是剛出學 然後也不知道 寶石它的一個市場行情 所以說 如果是以現在眼光來看 我那時候應該是買貴了 大概是那時候買 大概八到十萬塊台幣 八到十萬塊台幣 對... 你去旅遊買一個紀念品 花十萬塊 會不會擔心買到玻璃啊 應該是 有一點點擔心啦 那時候啦 真的嗎 所以你這個又沒有空 沒有框又沒有項鍊 你買十萬塊啊 被騙了啦 不過它還是有些概念啦 它有學過珠寶 所以有一些所謂的叫做 這種靈光啦 就是這種寶石 這種閃光的感覺 真的嗎 有那個寶光 對 寶光這裡有寶光嗎 我看就是玻璃光耶 它不是賊光 真的嗎 好啦 那這一家就知道 老師請見價 就它真的是寶石啊 是 它真的是 那來講一下 孔賽斯跟玻璃有什麼差別 我真的看不出來 孔賽斯第一個 首先它是雙折射的寶石 那它的學名叫做子裡灰石 然後一般的玻璃啦 蘇聯傳 它們都不會有這個現象 這是你要很熟練的使用 放大鏡 假如萬一你不會的話 只好直接問老闆 說我買這麼貴的東西 給我一張證書 或許比較安全一點 那目前這個行情 大約啦 以這個品項來講 它的顏色稍微淡一點 真的 稍微淡一點 這個有很深很深的 這種所謂的粉紫色的 那這種行情 大約一刻啦 現在行情到一千塊了 所以它都七萬塊錢 孔賽斯為什麼在市場上 那麼受到喜愛 你知道孔賽斯為什麼 受到市場的喜愛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粉色系裡面的代表 所以 孔賽斯在一般的市場裡面是 歷久不衰的喔 但是價格不貴啦 價格不貴 太大碗就對了啦 太大碗啦 那如果做檯子掛起來 那點這裡 現場 這裡 事業先 對耶 你很貴耶 我告訴你 那個客人他們買的孔賽斯 都非常的多 大家都會擁有 你非話不要那麼多 你要到底要講什麼 那像這一個款式 像這一個款式呢 我就幫那個柏黏 設計一個簡單的款式 我恐怖那麼久 就是要講你的設計嗎 沒有 我的設計很簡單啦 就是一個樹木而已啦 就一根樹枝長出來 庫木逢春 沒有 沒有逢春啊 紅春是要綠色的 這個就好像是那個 朦朧的月光 掛在樹梢上面 朦朧的月光光 然後有一些白鑽在這個地方 這樣點綴起來就好了 那你如果倒下來 當墜子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它是兩用的 但是我要講的孔賽斯呢 孔賽斯它本身 因為我們很多店家早期 買那個孔賽斯進來 我們會追求越深色越好 所以它這個顏色太淺了 我告訴你 這個是標準色 它越深色越好 但是我們放在櫥窗裡面 因為經過乳樹燈 或者是太陽光的照射之下 三個月以後 變淺還是變深 變淺 孔賽斯會有這個現象 注意 不要在燈光下一直照照 照三個月要變淺 其實最近是有這種 在阿富汗的產品很深色的 很不錯的 深色的漂亮